大家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 英文企讀 這個我相信其實很多人在網路上瘋傳都看到過了 就是有一個人說聲稱他是2027年來的 那當然我認為是假的 所以網路上也有外國的影片就來debunk過他了 debunk就是把他推翻掉 就把他拆穿了 debunk他 可是在華文媒體上比較少看到這個debunk的部分 那我也很遺憾沒有人把這個影片翻成中文 那我們就來看一看吧 所以這個人叫做Heavier 然後他發音J-A-V-I-E-R 那來我們直接看下去 Heavier 他claim 他聲稱他是來自2027年 很多人說這只是他做這些就沒有拍到任何人啊什麼之類的 In case你真的不知道如果沒看到的話就是有人說他從2027年來 然後他醒過來的時候發現全世界的人都不見了 好像只是他一個人活在世界上 所以他就走到一些很多地方然後拍來拍去 然後都沒有拍到任何一個人連一隻鳥都沒有 然後他就可以拿一些鑰匙到一些很奇特的地方 像醫院還是警察局還是甚至監獄之類的 然後發現裡面真的都沒人耶 你就會想怎麼可能 然後或者是在一個很 比如說下班時間就在一個很繁忙的十字街頭 就竟然也是沒有人怎麼可能這樣子 所以 真的是2027年 然後送回來放在T-Toc上面嗎 那已經被人家揭穿了 拆穿了這樣子 所以來那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對不起剛剛這裡沒解釋 所以有人認為說他事實上只是在一個ARG裡面 那這個ARG就是這個翻譯 Alternate Reality Game Alternate Reality就是 這個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去實際翻譯他 所以他跟Virtual Reality不一樣的是 其實我還記得 我記得有另外一個詞叫做Augmented Augmented Reality 我也看到過 總之就是增強 就他在現實世界的狀況下 增強了一些東西在上面 增強什麼呢 例如說你玩的那個Pokemon GO 就你說這邊有個街景 你看手機是街景 可是右上角多了一隻什麼 口袋怪獸 然後就丟一個神奇的什麼球 然後把他抓起來 Augmented Reality Alternate Reality Anyway 再看下去 沒有找到任何的資訊說 這是一個Alternate Reality的遊戲 好 所以這部分沒講什麼 總之你可能會在Google Kong 找到一些資訊 可是卻沒有能夠 confirm這一個說法的 沒有能夠確認 或者這裡用verify也不錯 沒有能夠核實說 這講的到底是對的 所以有的人就說 喔謝謝你來 因為這是一個follow up影片 他好像是前面的影片 就說喔謝謝你告訴我 你指出了一些很明顯的地方 所以這邊有個片語叫做 point out the obvious 就你把明顯處都講出來 那謝謝你把這個很明顯的東西告訴我之類的這樣子 所以他用一些這種方式來解釋一下 到底怎麼用電腦來處理 把人弄不見 如果他不承認他在未來 我們要開始 要把人弄不見 你可以錄到任何地方 如果有人在那裡 你可以使用後果 叫做After Effects 去把人弄不見 或任何東西 你不想 甚至把人弄不見 可以把人弄不見 好所以剛剛講的這部分大概就是 他用了一個這個 Adobe的產品 叫After Effects 我大概有聽過也用過其實 那他說的是 即便在移動中的人 也可以把它remove掉 所以remove這個字應該沒問題 ok 然後呢 他講到了 即便是moving people 所以這個moving 就形容詞 放在people前面 就是正在動的人 這樣子也可以被移除掉 你看這邊我把字幕弄掉 對 完全一模一樣的video 然後左下角這個人 就被弄不見了 Right but there's no person walking he simply remove the person using the software called After Effects as you can see the software barely leaves any traces you cannot 所以the software barely leaves any traces barely就幾乎沒有 ok Leave any traces 雖然沒有留下任何的證據 任何的蛛絲馬跡 來讓你看得出來 曾經有一個人在左下角 所以他覺得他很可能是 record the scene somewhere 把現在這個場景錄起來 然後再把人給移除掉 或者側移除掉 but there's also another possibility where he simply made the video from scratch 所以也有另外一個可能是 he made the video from scratch 所謂的from scratch就是 從零開始 從頭開始 from scratch 像如果我今天問你說 我吃你做的餃子 好好吃喔 Did you make them from scratch? 那意思就是 你連麵皮都是自己 或自己趕自己發的這樣子 那一般人不是啦 可能現有的麵皮賣來 可能餡料是 餡料是從scratch做的沒有錯 所以你的水餃就 就並不能說是 I made them from scratch 所以這邊說的是 他的video是完全從零做起的 什麼意思 like this video right here there's actually no car in the video there's actually no remote in his hand 所以在這個video裡 他手上其實並沒有遙控 眼前也並沒有車子 遙控是變出來的 車子也是變出來的 他用了一個decoi 這個decoi就是 偽裝的 OK 像我們今天講說 嗯 decoi有什麼 我們講說 假設一些 我們在追一個逃犯 他要從一個貨艙出發 那出發的時候 我們就追上去 可是追追才發現 看我這台是假的 真的呢 在這一台離開之後的20秒 才開出來 然後往另外一個方向走了 所以這個就是演示的 所以這個 橋裝的 假扮的這樣子 所以decoi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他用了一個decoi在手上 然後把手上那個東西 變成了遙控的樣貌 所以這邊看的是一個火柴 還是什麼之類的 這裡有個voila 他剛剛講就是 叭叭的概念 所以你看這樣一弄 voila 就叭叭就出現了 voila 這樣子 你會覺得是真實 但 有什麼真實的 在影片裡 他加了全部 所以這邊有一個 另外一個TikToker 應該是 所以他這個人就是很厲害 他能夠創造出很多 原本沒有在螢幕裡的畫面 或之類的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 他是有可能是 把這些影片 是從Scratch 做出來的呢 因為他現在這個 這個 現在螢幕上 像這個就是Heavier做的 然後他就有用了 類似的手法 你們剛剛看到上面 有個遙控對不對 手上 所以這個好像是一模一樣的 是用編輯手法 所以他有一些影片 是他真的有那個key 能夠進去這些 building裡 那就好像人家好奇 所以他給他的印象 給他的感覺 就是 Gave me the impression that somebody gave him the key before hand 所以有的人可能 在更之前 就把鑰匙給了他 before hand before he recorded his video because the places where he goes where he unlocks the doors these places would normally always be locked 所以他去了這些地方 他解鎖 解開了這些門鎖 的確常常都是鎖住的 所以他應該是 不知道怎麼樣真的 拿到鑰匙了 so there's no way he could go inside and go get the keys unless someone gave them to him before hand that's why i think someone gave him the keys before hand and gave him permission to record his video 以及給他的permission 給他的許可 來去錄這些影片 Sure Another question that a lot of people were asking where are the birds that's another reason why i think he might have made the entire scenes out of thin air 所以很多人問了 那請問鳥去哪裡了呢 這樣子 How do you hide all the birds 什麼藏起來 所以他剛剛又講了 剛剛也是有很重要的一個片語就是 所以這是為什麼他認為 他事實上是從 就是 就是 他自己憑空做出這些影片 他用的是 he created the videos out of thin air 所以out of thin air 這個片語 就 我認為也蠻重要的 可是 如果你記得 大概好幾年前 有一個活動 叫占據華爾街 Occupy Wall Street 我知道很多人其實不知道這個 這個 這個 movement 那 因為他們的確也沒成事啦 說真的 但 那個時候 這邊在講的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1% vs 99% 世界上的99% 99%的資產 或者財富 掌握在1%的人裡面 剩下的99%的人去分享著 剩下的1%的財產 資產 這是其中一個他們 覺得不公平的一個訴求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 呃 他們想要訴求的是 希望美元啊 能夠回到 the gold standard 我每次講到這個都 蠻多熱情的 我都很希望同學可以去多看這個影片 那這 有個影片在YouTube上就叫做 那個 the gold smith's pale 金將的故事 所以 金將的故事 教我們的這個概念就是 我們怎麼樣 發展到了有法定 貨幣這件事情 以及有了怎麼跟銀行借貸啊 或什麼的這些概念 以及 到今時今日 我們的法定貨幣就美金好了 已經不能夠去換成等量的黃金 以前是可以的 所以他們的訴求就是 我們要回到gold standard 我們不能再這樣子狂印鈔票 像美國的QE 或者我們講到這個叫做 quantitative easing 就是那個量化寬鬆 其實就是狂印鈔票來想辦法去 呃 呃 去減少美國的國債 因為美國國債 它需要還錢嘛 那我要還你錢 OK啊 我就印鈔票來還你啊 那為什麼美國經濟沒有垮掉 就是因為它慢慢印 OK 所以量化寬鬆 寬鬆它的債 那 呃 所以 在不知道多久以前 他們就把美金上 像以前美金的1元鈔票 幾元鈔票 上面都有寫這一行 就是 這一張鈔票可以換成等量黃金 現在已經把這一行拿掉了 所以 原因就是因為 不再能這麼做了 所以你1美元 不能再去換成等量的黃金了 或者你要去換的話 就是可能根據金價的調整吧 我這邊扯了很多白癡的概念 對不起 我沒有意思想要扯這麼遠的 但總之我回到 Occupy Wall Street這個活動 這個運動 這個movement 它那時候另外一個訴求就是 我們不能夠再這樣子 憑空創造出鈔票來 憑空印出鈔票來 我們應該要用一個 合法的合理的 因為合法是合法 因為比較 比較符合經濟法則的方式 來印出適量的鈔票 所以他們強調的就是 We cannot continue to create money out of thin air 所以這個out of thin air 就是憑空創造出東西來 所以他剛剛講就是 他認為這個影片是憑空創造出的 我再讓你聽是剛剛講這一句 因為他應該要用整個影片 因為他可能會把整個影片 用整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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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沒有人的影片 因為他沒有人的影片 是在任何的影片 在任何他錄影 而且在任何時間 你可以錄影 15分鐘 30分鐘 到1分鐘 像在他的影片 你不看到了 車場 或是你不看到 人人的路律 在街上 它可以在很多時候 你會在天天 然後一天 然後錄影 15、30分鐘 他講的時候 好長在講什麼 說你有沒有辦法 在一天裡面 錄個15秒 30秒 甚至一分鐘的影片 然後沒有任何的車 或者人經過呢 他認為這完全不是不可能的 他認為啦 因為 在西方的一些地方 的確這是很可能 像以前 在一些住宅區裡面 你真的可能經過了 好幾分鐘 都沒有一台車經過過去 然後也沒有人經過過去 你才覺得很可能 做一個影片 然後承認你 你自己在未來 在未來 請他在 YouTube 他不需要一分鐘 的影片 我相信他不會 因為有很多 剪輯 所以他說 要是他有辦法 上傳一個15分鐘的影片 而不是只有那種 一分鐘的影片 因為TikTok都比較短的話 所以他認為 他就會跟他打賭 這個人絕對不敢做這件事情 因為 因為那個 要剪輯的東西 就太多了這樣子 OK 好 總之你要永遠記得 今天什麼都可以電腦做 用電腦就可以處理好 特別是 如果你真的在2027的話 還有什麼電腦不行的 這樣子 好 所以到這裡影片就結束了 下面的討論 其實我覺得也還蠻有趣的 但我們大概沒有什麼時間看 可是總之下面的 一大堆人都在說 就是 你有種去銀行 然後直接拿錢 所以 的確當然不可能做這件事情就是了 好 所以我們 今天這篇 大概講到這裡也夠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來 那 你有沒有相信這件事情呢 我個人是一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會覺得 喔 Shit 難道是真的嗎 至少我覺得他非常的creative OK 所以別的不說 你不能把他拿走 他很創作 他很創作 他創作了一個 很驚喜的故事 讓人們 要殺了時間 在這個 疫情 好 我們講完這裡真的夠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謝謝 謝謝 謝謝